再一个问题 英国加雷斯 英国这个加雷斯问的 亲爱的师尊 你在五月三十日的开示 提到持诵 Om波鲁兰哲利的时候 必须观想金刚所菩萨 所以在平日修法中 做披甲附身 是否需要灌顶金刚所菩萨 我告诉大家 波鲁兰哲利 是要观想金刚所菩萨 以前我每一次念 Om波鲁兰哲利 Om波鲁兰哲利 Om波鲁兰哲利的时候 然后完了 就解锁印 然后点额头 点喉 点心 点左肩 右肩 然后再回到顶上 在善应 善应的时候就观想 金刚所菩萨 现身在你的面前 或者在你的后面 都可以 因为 每一个修行人 释连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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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讲过 他请舍利佛 舍利佛 你看我背面有什么 舍利佛说 我不见 我没有看见 就讲 每一个修行人 每一个佛教的弟子 你修 Om波鲁兰哲利 也就是说 请金刚所菩萨 护持你 披甲护身的时候 金刚所菩萨 都会出现在你的身后 而且随时守护的 这个行者 不是在修法的时候 才念 Om波鲁兰哲利 知道吗 在穿衣服的时候 每天 你穿着内衣内裤 你要出门 你在穿衣服的时候 把你的衣服拿来 你的手按在上面 按在衣服上面 Om波鲁兰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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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七遍 然后再把它穿上 就是披甲护身 你走到哪里 都不会充换 这么好用的东西 都不知道 不是在修法的时候 在Om波鲁兰哲利 不是的 平时你出门 你就可以坐了 在衣服上坐 你要穿衣服 以前你先坐 Om波鲁兰哲利 非常有用的 波鲁 就是金刚首菩萨 兰哲利 就是护持 金刚首菩萨护持你 在平日修法中 做护甲护身 是否需要灌顶 金刚首菩萨 不用的 你要灌也可以 师尊也可以 师尊也可以 帮你灌 波鲁 就是金刚首菩萨 我们每一个密教的信徒 因为成夫 金刚首菩萨 波鲁 就可以了 有的地方 是这个Om波鲁兰哲利 是普方上师教我的 普方上师 普方上师教我的 这个是 要观想金刚首菩萨 所以以前我们在修法的时候 念完七遍的Om波鲁兰哲利 大家 然后善音的时候 马上那个主持人就开始念 念接着下面那一个 我还来不及观想 金刚首菩萨 他已经念过去 因为你善音的时候 就要观想金刚首菩萨 金刚首菩萨是一只手 他一只手 是持那个 持金刚指的 一只手持金刚指 一只手拿着 金刚锁 金刚锁 他也是现奋怒向的 那么一只脚 是像那个 弹力金刚一样的脚 这样子站立的 这样站立 弓箭部 应该是属于弓箭部 一弓 一弓 一个弓 一个箭 弓箭部 要观想出来的 我还没有观想的时候 就已经接着下面 所以害我都来不及观想 现在 现在很好了 现在善音的时候 他会停一下 看到的 看到那个师尊的 已经在回复合掌了 他们在开始 这表示说 他们已经懂得 在这当中要观想 金刚首菩萨 那么这位英国的 加勒斯 是否需要灌顶 金刚首菩萨 不用的 我们在修法的时候 修这个法 已经灌顶了这一尊 那么金刚首菩萨 是附带的 他会随着 你念他的咒 他就会出现 不念他的咒 他是隐身 念他的咒 他会出现 其实是不用灌顶的 但是呢 你如果需要灌顶 金刚首菩萨 也可以 因为他是八大本尊之一 你以金刚首菩萨 咒你的本尊 也可以 对 他是八大本尊 八大 不是不是 他是那个 八大菩萨 他是八大菩萨当中的一位 金刚首菩萨 他是那个 八大菩萨当中的一位 你要特别灌顶 这个金刚首菩萨 也可以 他也有一个咒语吧 金刚首菩萨 本身也有一个咒语 谁会念的 谁会念的 没有人会念 Om Beza Bony Hom Hoom Pei Om Beza Bony Hom Hoom Pei 是不是这样 是吗 对啊 但是金刚首菩萨的咒语 只是念他的咒语 那个加上呢 拦着力 就是护持我 Om Beo Ni 金刚首菩萨 护持我 拦着力 就是这样子 出门的时候也可以用 不是修法的时候可以用 平时都可以用 用真心就来 咒语 什么事 太阪